不久之前,行动党甲洞区国会议员林丽莹就揭发 吉隆坡有一些地皮被前朝政府拿去建卖 她还上反常会举报要求开档调查 她今天进一步爆料 说吉隆坡有一块80英亩的防洪蓄水池地段 被联邦直辖区土地局建卖了 转手给多家的私人发展商 他们计划要新建14000间的豪华公寓 行动党甲洞国会议员林丽莹 今天带领一众媒体到甲洞一个蓄水池地段 揭露联邦直辖区土地局是在2015年 在没有公开招标下 把这块土地以每平方尺68令吉的低价出售 但当时的市价是最低每平方尺250令吉 这些市价比较高的市场 如果被抓到公司的公司 那些公司的公司都没有拖延 那些公司的公司都没有拖延 他翻转了 他把手掌握一遍 林丽莹指出买下这片土地的公司 接着又将一半的股权 卖给一家中国发展商公司 进行田湖发展物业计划 并在2017年取得发展准证 建造高级公寓 林丽莹于是出请政府首席秘书阿里寒沙解释并交代 是谁只是他批准这项土地买卖的 并不在于地区训续地区训 他必须购达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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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谁是民主党的公司 在这段期间,他们在这段期间实际上,他们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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实际上